OV.TW为结尾 不要在网站上留下身份证、账户等个人资料 有疑虑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进行查证 若想进行防疫补偿线上申办 可以透过卫生福利部防疫补偿网站进行查询 或是前往1988纾困振兴专区进行了解 让我们一起多疑多查不清信 杜绝防疫诈骗 接下来请收看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偷狗贼的连环报 每年初秋是小镇上一年一度的狗肉节 狗肉节之前的那半个月 小镇上贩卖狗肉的商店会大量收购狗进行宰杀 因此很多人便被金钱迷住心窍 到四周的村庄偷狗来卖 真没想到小都竟然生下了四只小狗 这几天我们可要多给它补充一下营养 这样它才会有充足的奶水来喂养这些小家伙 是啊 而且最近我们不能再让小都在村子里乱跑了 为什么 小都很喜欢去村口那平空地散步 即便生了宝宝 它也还是在每天傍晚去那里走一圈的 正因为如此 我才说最近别让它乱跑了吗 要知道 镇上又要开狗肉节了 最近经常有陌生人来我们村子里 他们很可能是来偷狗的 如果小都被抓走的话 那可就惨了 嗯 你说的对 去年我们邻居家的狗就在这时候丢了 那些偷狗杀狗的人实在是太可恶了 小都要是被那些人抓住会被杀死的 何止是他被杀死 如果没有了小都 这四个小家伙也没有母爱疼惜的 嗯 看来这几天我们得把门关紧点 可别让他跑出去 阿宾夫妻俩每天都关紧门 小都好多天没有出去散步 显得很急躁 终于有一天 他趁着主人门没关紧 便偷跑了出去 小都兴奋地在村子里的小路上 跑来跑去 一会儿闻闻这 一会儿闻闻那 村口处 偷狗贼阿牧骑着摩托车过来 这时 两位偷狗贼正垂头丧气地从村子里走出来 喂 怎么样 今天有收获吗 别提了 最近周围村子里的狗是越来越难抓了 是啊 距离狗肉节的日子越来越近 狗的价格一直在涨 可是狗却越来越难找了 这么说 你们今天在这里是毫无收获了 可不是嘛 你就别到这个村子里了 这里的村民警惕性很高 都把狗关在家里 所以我们一点机会都没有 是啊 我们还是去别的村子碰碰运气吧 这周围的村子里 只要养狗的人哪个不警惕 我今天也去过了好几个村子 结果也是一无所获 既然我都来到这里了 那就进村子里碰碰运气吧 哈哈 一只狗 我运气真是太好了 嗨 小狗 快吃吧 香喷喷的肉哦 味道可棒的 你吃一口尝尝吧 嘿嘿 吃掉了 太好了 只要你吃了这块肉 不用几秒钟 就会全身麻痹 不能动弹的 果然 小狗吃掉那块肉后 立刻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没多久 它就一下子挡在了地上 只有嘴巴还在虚弱的一张一合 阿木从摩托车上跳了下来 然后一下子将小狗拎了起来 这只狗体型不算大 不过也能卖不少钱的 哎呀 兔狗贼 快来人啊 快来抓偷狗贼啊 不好 被发现了 他急忙跨上车 飞快地朝村外跑去 阿兵一边喊着 一边朝阿木追去 而阿木则快速加油门 飞快地跑出了村子 阿兵只能无奈地 看着阿木将小狗抓走 你说什么 小狗被偷狗贼给抓走了 是的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混蛋跑走 而毫无办法 这些小家伙没有了母亲 这下怎么活下去啊 是啊 他们实在太小了 不知道我们用牛奶来喂养他们行不行 老公 要不我们去镇上找找小独吧 他一定会被卖到狗肉馆的 如果我们不去救他 他会被杀死的 好吧 我们就去找找吧 不过希望应该很渺茫 不管如何 我们还是去找找 那我们现在快去 以免小独遭遇不测 然而 当阿斌和妻子来到镇上 看到狗肉节的举行地后 完全被惊呆了 在那里 一只只的狗 在他们同伴面前被杀掉 那些等待宰杀的狗 直视着同伴 他们没有表情 也没有反应 狗儿们的沉默 比他们的惨叫更令人震惊 店铺柜台上 一只只被宰杀的狗 被开膛破度后 摆放在那里 而不远处 一只只狗 则被关在笼子里 等待着被宰杀 天啊 真是太残忍了 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狗狗啊 很多狗被带到这里后 便会直接进行宰杀 小独如果被卖到这里的话 可是凶多吉少啊 那我们赶快找找他 如果没有了小狗 那四只小家伙也很难活下去 然而 他们不知道的是 小都早已经被阿牧宰杀 高价卖掉了 寻找未果的阿斌夫妇 只能回家用牛奶喂养小狗 然而 那几只小狗 没有了母乳喂养 又受到风寒清洗 最后还是死掉了 怎么会这样 他们怎么都死掉了 哎 他们实在太小了 没有了母亲的照顾 又经历了天气变化的不稳定 感冒了 哪里活得了啊 那个偷狗贼 真是罪大恶极 他不但害了小都的命 还害了这四只可怜的小家伙的命 除了小都 不知道他还伤害了多少只狗呢 像他这样作恶的人 早晚会遭到天谴的 没错 善恶有报 他不会得到好下场的 善恶有报 这是很多人都明白的道理 但是阿牧却从来都不相信什么果报 他依旧继续捕抓着狗 或者宰杀掉 或者卖给狗肉馆 阿牧 你回来了 是啊 来 你看 我买回来些什么呢 哎呀 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 今天运气不错 抓到了好几只狗 赚了一大笔钱 所以就给你买了些礼物 不远处两位邻居看到了这一幕 阿牧最近可是赚了不少钱呢 这种钱赚得再多也没什么可羡慕的 要知道阿牧赚的都是杀生钱 这种钱赚得越多 他的罪业就越重 以后的报应就更惨烈 之后真的会这样吗 老婆 怎么了 这些东西你不喜欢吗 阿牧 以后你不要再抓狗杀狗了好不好吗 哦 你为什么这样说呢 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儿子每天晚上都会从噩梦中惊醒 而且每次都是梦到一只只血淋淋的狗朝他扑来 那又怎样 我想他应该是去狗肉节举办场地 看到了现场杀狗的景象所以被吓到了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认为的 可是我们女儿这几天也开始做同样的噩梦了 她可是从来没有去过举办场地呀 你究竟想说什么啊 阿牧 不要再伤害狗了可以吗 因为你这样肆意杀害他们是会招来报应的 啊 怎么连你也会说这样的话呢 你不是从来也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吗 没错 过去我是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 以前过去很多人让我劝你不要从事这种杀生的事情 但是我从来都不听他们的 不过最近我越来越相信因果报应这种事情了 难道就是因为我们孩子最近做噩梦 你就认为是果报来临了吗 我这几天也开始做噩梦了 而且也是梦到一只只鲜血淋漓的狗来向我讨命 阿牧 我感觉报应已经开始慢慢降临到我们家了 有些事情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好吧 那最近我就不再去抓狗了 然而随着狗肉节越来越接近 狗的价格也越来越高 阿牧终于忍不住又开始跑出去抓狗了 哎呀 阿牧 好多天没看到你来了 听说你妻子不让你再干这一行了吗 阿牧 你不会真的像那些女人一样相信报应 害怕自己遭到果报吧 哼 我才不相信什么报应 你看 这就是我今天的收获 小心啊 阿牧 她的药效好像快过了 你可别让她跑掉啊 放心吧 这只狗的个头实在太大了 我也怕药效不足让她跑掉 所以我把她迷婚后先打断了她的腿 看她还能往哪里跑 哎呀 阿牧 你可真有办法啊 这只狗的体型不小啊 一定能卖个好价钱的 老婆 什么事啊 我们的儿子出车祸了 现在在医院里 你快来啊 啊 你别着急 我现在马上就过去 医院里 阿牧看到躺在病床上断了腿的儿子 受伤的位置和那只狗断腿的地方一模一样 阿牧看着眼前的这个情况 不由的目瞪口呆 天啊 怎么会这样 难道这就是报应吗 然而 报应并没有到此结束 几天后 阿牧的女儿突然头痛住进了医院 好痛啊 我的头好痛啊 怎么会这样啊 儿子刚刚出了车祸 女儿竟然又得了病 真是祸不担心啊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我女儿头痛时的样子 就像那些被铁棒敲击了头部的狗一样 啊 啊 啊 报应 这一定是报应 从那以后 阿牧决定痛改前非 不再做那种杀生作恶的事情 阿牧 你这是在做什么 怎么开始做搬运货物的工作了呢 我已经决定了 不会再去做那种杀生的事了 我劝你们也赶快停手吧 否则你们也会遭到报应呢 哈哈 阿牧 你这个家伙怎么说起这种话来了 是啊 既然你愿意出苦力就由你好了 我们可不相信什么报应呢 狗肉节现场 各个商铺人来人往 几位偷狗贼也正在帮忙为店铺杀狗 骑车送货的阿牧从那里路过 哎 作孽呀 他们如此杀生是会遭到果报的 他骑车离开了这里 当阿牧渐渐走远 突然 狗肉馆现场发生了爆炸 阿牧听到爆炸声后 急忙停车 转身朝那里看去 他看着燃起熊熊大火的狗肉节现场 目瞪口呆 苦报 这就是作恶的果报啊 苦难的捕鱼人 在市场里 有一位卖鱼的陈老伯 他每天都会带来一些或大或小的鱼 到这里叫卖 水产市场里 陈老伯面前摆放的盆里 乘着一些大大小小的鱼 水少鱼多 一些小鱼已经死掉了 那几尾大鱼勉强地挣扎着 卖鱼 新鲜的鱼 今天刚捕抓的鱼 快来买哦 这些鱼哪里还新鲜呀 你看看 都死掉了好多啊 刚才 他们还有得很快乐呢 这些鱼真的是新鲜的 真的是我早晨刚刚从湖里捕抓上来的 吃鱼那就一定要吃活的 就算这些鱼是刚捕抓来的 又有什么用 他们现在都已经死了 老伯 给我包几条鱼吧 啊 怎么死掉的鱼你也要啊 其实这些鱼是很新鲜的 嘿嘿 是啊是啊 虽然有些鱼已经死掉了 但它们是刚死的 都新鲜着呢 这位小姐 我给你算便宜一些 你多买一些吧 水产市场外 阿英拎着一袋子鱼 里面的鱼都已经死掉了 阿诚不解的看着这袋子鱼 真是搞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出钱买下这些死鱼呢 你不觉得那位卖鱼的老婆很可怜吗 啊 你是因为可怜她才掏钱买她的鱼的 是的 她那么大年纪了 还要出来卖鱼 真的很可怜啊 我能做的也只有将她的鱼买下来 这也算是助人行善了 嗯 原来是这样啊 你的心肠可真好啊 其实 陈老伯的鱼确实很新鲜的 虽然她的年纪大了 但依旧每天清晨 都会驾着船到湖里捕鱼 有一天 陈老伯拿着鱼网朝湖边走去 准备去捕鱼 诶 陈大叔 这么早 你又要去湖里捕鱼啊 是啊 早早去湖里抓鱼 我好早点去市场卖呀 陈大叔 你这么大岁数了 还这么拼命 真是太辛苦了 哎 没有办法呀 一天不捕鱼 就一天没有饭吃 等到那一天 我没办法捕鱼了 那我的命也就快结束了 两位邻居听后愣了一下 然后看着陈老伯 一步步的走到了 停泊在湖边的小船上 他架着小船 朝着湖深处 渐渐驶去 陈大叔一个人生活 可真是不容易啊 是啊 他也真是可怜 想想今年前 他们一家人过得多好啊 儿子捕鱼 他和老伴一起 在市场上卖鱼 爸 妈 你们看 我今天的收获可不少呢 呵呵 儿子可真厉害啊 每天都能捕到这么多鱼 爸 妈 赶快把这些鱼 拿到市场里去卖吧 他们要是死掉了 可就不值钱了 对对 只有新鲜的活鱼 才能卖上好价钱 说着 他和老伴将一桶桶的鱼 搬到了三轮车上 然后朝着市场走去 路上 几位村民看到了陈老伯和老伴载着一三轮车的鱼 陈老伯 你又要去市场卖鱼吗 是啊 你看我儿子抓了多少鱼啊 今天卖掉这些鱼 又能赚不少钱呢 哎呀 陈老伯 你们怎么连这么小的鱼也不抓啊 是啊 陈老伯 这些小鱼又不值钱 你要它们又有什么用啊 还不如直接放掉呢 虽然这些小鱼不值钱 但也是我儿子辛辛苦苦捕抓来的 怎么可能放掉呢 就是嘛 很多人喜欢吃油炸小鱼 这些小鱼正好可以炸来吃 很可口美味的 陈老伯 我们村子里捕鱼的人都有规矩的 那就是捕到小鱼就一定要放生 小鱼不捕 这个规矩不能破啊 是啊 所以村子里捕鱼的人都会用大网眼的鱼网来捕鱼 这样那些小鱼就可以顺利逃生 可是你儿子却用小网眼的鱼网 这样一来大大小小的鱼可都跑不了了 陈老伯 让你儿子以后放掉那些小鱼吧 村里的老人不是说过吗 坏了规矩可是要遭报应的 那些老规矩谁还讲究啊 遭报应 这种话连我这个岁数的人都不相信了 你们怎么还信呢 好了好了我们赶快去市场吧 要是这些鱼死掉了可就卖不到好价钱了 对对我们得赶快去水产市场 陈老伯他们一家人凭着捕鱼这些年可是赚了不少钱呢 赚的钱多又有什么用 他们这是赚杀生钱啊 这钱赚的越多就说明杀害的鱼就越多 这可不是件什么好事啊 陈老伯和他老伴每天都会带着儿子捕捉来的大大小小的鱼 出现在水产市场 学佛的张师姐看到那些小鱼后心生怜悯 怎么你们连这么小的鱼都捕抓啊 是啊你要吗这些小鱼很便宜的而且油炸后非常好吃 你可以买回家尝尝的 张姐你不会要将这些鱼买下来放生吧 这些鱼实在太可怜了我们得救救它们 张姐我们今天为了放生那些鸟已经花了不少钱了 现在我们手里的钱已经买不了这些鱼了 要不我们就先买下这些小鱼吧 它们那么小不应该这么早就丢掉生命的 对我们就先救下这些小鱼吧 老伯这些小鱼我们全买了 你能不能算我便宜一点呢 这些小鱼已经卖得很便宜了 阿伯我们是要买下这些小鱼来放生的 你就给我们再优惠一下呗 那好吧既然你们要将小鱼全部买下 那就给你们再便宜一点 好的谢谢你 老头子你干嘛要给它们那么低的价格 要知道它俩可是学佛的 买我们的鱼是为了放生 它们这样的人眼里只有生灵 不管我们要什么样的价格 它们都会买下来的 嗯你说的有道理 下次它们再来买鱼的时候 可不能再给这么低的优惠了 何止不能优惠 我们还可以多买一些钱呢 我就不信 它们会因为价格贵了那么一点 而不管这些鱼的死活 嗯有道理 陈老伯的老伴实在不该为了多赚几个钱 而出了这么糟糕的主意 他这是将那些小鱼活下去的一线希望给消灭了 几天后 水产市场里 张师姐又来到陈阿伯的摊位前买鱼 我没有听错吧 这些小鱼的价格怎么又涨了 当然会涨啊 要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吃油炸小鱼 所以小鱼就供不应求 价格自然会涨起来 这下该怎么办吧 我没有那么多钱买下这些鱼啊 老板娘 你就给我算便宜点吧 我将它们放生了 它们也会念着你们的扇形的 我不管你买下它们是放生还是吃掉 只要给我足够的钱 我就会将小鱼全部给你的 这些小鱼实在太可怜了 我不能见死不救 好吧 这些鱼我全买了 他真的花那么多钱 将这些小鱼都买走了 当然了 我说的没错吧 他们那些学佛的人 不管花多少钱都会买来放生的 嗯 没错 过几天我们再提高价格 那样就能赚更多钱了 然而 陈老伯一家的好日子 并没有持续多久 他儿子在一次捕鱼的过程中 意外落水蜜亡 陈老伯真是可怜 这么大岁数了 又得自己亲自驾船捕鱼 唉 他儿子淹死了 他不亲自捕鱼 又有什么办法呢 说起来也真是怪 陈老伯的儿子水性 可是非常的好 怎么会因为掉进湖里 就淹死了呢 我听说 他儿子掉进湖里后 立刻围上来一大群的鱼 这些鱼纷纷咬着他的衣服 往湖底拽 让他无法浮到水面 天哪 这怎么可能啊 村子里好多人 都是这样说的 否则 他那么好水性的人 怎么会一下子就淹死了呢 难怪大家都说陈老伯的儿子 这是遭到了报应 唉 可怜他这一死 可就苦了陈老伯两老了 然而 陈老伯家的厄运 并没有到此结束 没过多久 陈老伯的老伴 生了一场大病 陈老伯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也没有挽救回来老伴的性命 你们都走了 这让我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呀 老天对我实在太不公平了 陈老伯架着船 停在了湖边 接着 他吃力地将一桶桶的鱼 从船上搬了下来 然后搬到了三轮车上 他又推着三轮车 匆匆地离开 陈大叔的命真是太苦了 儿子和老伴 竟然在半年之内相继去世 这种打击谁受得了啊 是啊 而且家里的钱 为了老伴治病也都花光了 钱没了 亲人也没了 他也只能自己养活自己了 买鱼 买鱼啊 刚捕抓上来的鱼 很新鲜的 快来买啊 上天为什么如此不公平啊 我这么大年纪了 却接连失去儿子和老婆 真是太苦了 要鱼吗 老伯 怎么了 你不记得我了吗 原来是你啊 你今天还要买鱼放生吗 买我的吧 我算你便宜一点 唉 你看你的这些鱼 都已经死掉大半了 这要如何放生呢 我知道你是行善的人 那你就可怜可怜一下 我这个老头子 买一点我的鱼吧 老伯 你说你可怜 你是能为亲人的突然离去 而是因为自己如此年迈 还要卖鱼讨生活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鱼同样有亲人 一张网洒下将大鱼小鱼一网打尽 不也会造成鱼群间的亲情分离吗 你只想到自己的苦 可曾体会到鱼的苦呢 啊 鱼的痛苦 过去你们知道我买鱼是为了放生 而特意提高价格 现在那些钱呢 又留在你身边了吗 啊 怎么会这样 难道 我真的是像村里人说的那样 遭到了报应 没错 你们一家不断残杀生命 不断造业 却没有自觉 一旦果报出现 又开始不断叫苦 不断埋怨 虽然令人可怜 但却是自食恶果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的太晚了 知错能改 善莫大言 老伯 你可以用你的亲身经历来规劝众人 广基善果 得到的那可是大福报啊 对 我听你的 从今往后 我也要像你一样行善放生 不再捕鱼了 嗯 请不吝点赞 198 660 012 001 198 660 以任养代替购买 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成征义工 恰询电话 049 2315 999 049 2315 999 地点南投县草屯镇 振兴街70号